中国驻马大使白天日前透露 中国建设银行提议 协助大马在中国发行熊猫债券 以缓解我国的财政压力 财政部部长令冠英 今天针对有关建议表示 外国银行愿提贷款给我国政府 是一项正面回应 也代表外国投资者 对西蒙政府有信心 他强调 已经向敦马哈迪汇报这项建议 内阁将展开讨论再做定夺 财政部部长林冠英 今天在出席第十二届 马来西亚产业峰会开幕礼后 在记者会上指出 他已经向首相多马哈迪汇报 有关中国建设银行 有意协助我国 发行熊猫债券理事 他强调内阁将讨论此事 但他认为 这足以代表我国投资者 对西蒙政府信心满满 中国入马大 是白天日前透露 中国建设银行提议协助我国 在中国发行熊猫债券 以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 林冠英也透露 目前还有其他国家 也提出类似建议 但他三间其口不愿多谈 他也提到 和前朝政府不同的是 西蒙政府已低于市价的利率借贷 例如武士债券 但前朝政府却已高于市价利率借贷 另一方面林冠英也希望 我国和中国针对东海岸铁路计划的谈判 可以尽快有定案 首相敦马哈迪将在4月1号到中国 转开访问 为此林冠英希望 东海岸铁路计划的命运 可以在首相访华之前揭晓 MTV7综合报道